爹 娘 你们快出来 村长来我们家了 姓苏的 你们赶紧给我出来 来好好说道说道 你们家安的什么心 苏老爷子和王氏听着吵闹 从正屋出来到院子 看到院坝下这么多人 王氏眼间就盯住了苏小枝 他先恶狠狠地哭嚎 天哪 没得天理了呀 老妖婆 我呸 都说树活看皮 人活看脸 你们苏家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苏小枝嫁到胡家就是胡家人 你们说是他拿胡家的钱 给你们是什么意思 还敢喊没天理 老天爷要是来 第一个批死你们这两个 老不死的烂东西 王氏插着腰 曹氏 我怕你是老糊涂了 这里可不是小胡村 这是南山村 这里是南山村怎么了 南山村的娘家人 就能把手伸到 嫁出去的姑娘家捞钱了吗 你这么说 你能代表整个南山村吗 不等王氏辩驳 就有其他村民出口反驳 哎呀 王氏 你可别这样说啊 我们家的姐儿 嫁人了都是 守规矩 听婆家的话 我们呢 才不像你这样 贪得无厌 嫁出去的女儿嘛 泼出去的水 她来孝敬 我们受着 不来孝敬呢 我们也不说啥子 人们纷纷指责王氏 王氏被说得哑口无言 曹氏拉着苏小枝 到面前质问王氏 王氏 苏小枝嫁到我家 就是我家人 你把他打成这样 是什么意思 今天 苏小枝拿给你们 十八两银子 你们都要还出来 莫名其妙地 把他打得一身是伤 要费也要赔 不然今天 我就是告到县里去 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王氏一肚子火气 看见苏小枝 就伸手掐他 你这个没良心的 他没掐两下 曹氏就拿着木棍 扬起来打了王氏 王氏顿时就吃痛 收回了手去 还敢打我们胡家的人 你再打试试 莫说我没死 就是我死了 我的孙子孙女 也要找你们讨个公道 胡长寿和胡长阳 都纷纷拿着个木棍上前 恶狠狠地盯着王氏 胡长寿神色很辣 老太婆 你再动我娘一下试试 胡长阳对着王氏狠狠咫压 王氏愣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 儿子根本就没出来 李氏和周氏都站在后面 垂着头 一声不吭 苏老爷子也没有说给他做主 王氏顿觉心凉 气势似乎一下子就矮了一头下去 他动了动嘴 竟然没有再口出恶言 苏大公苏司公来了 王老爷子的两个儿子 把苏家的长辈请来了 年纪都很大了 你们家又闹出什么幺蛾子了 把族里的脸都丢光了 苏大公狠狠地训斥苏老爷子 苏老爷子垂下头不说话 王老爷子这时候说道 大公四公 你们来了就给做个主 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真要闹出去了 以后没人不进我们这里 就没得这么好说话了 苏小枝毕竟是外嫁女 她是胡家的媳妇了 要受胡家管教了 现在你们组把人打成这样子 你们自己看吧 咱们给人一个交代 我说 你们家是怎么回事啊 今儿都嫁出去了 你们心里还没输吗 你们家是怎么回事啊